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皮卡丘的生日是A月B日 而且這個A跟B它是兩個相異的直數 而且這兩個相異的直數是這個方程式的兩個解 這個一圓二次方程式它有兩個解 剛好就是AB 那麼他們說下面敘述或者正確 首先我們看 兩根之合 A加B等於這個係數 A1是-B 所以是16 然後兩根之G A乘B 事實上是等於C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是月這個是日 加起來的話 A加B等於16的話 有幾種情況 可不可能等於2 不可能 因為這如果等於2就是14 這兩個就不會複製 所以從3開始 這如果是3的話 這個又是13 3月13一個解 再來呢5 5月11 11 再連7 我們看7怎麼可以 7的話就是9 這不行 這個不是直數 再來是9 11也不是嘛 再來就超過了 所以呢 3、5、7 11也可以 11月5日 這兩組不一樣 所以他總共有3組結 3組結 我們看看A選一下 他說皮卡丘的生日 共有3組可能日行 對啦 3組 3月13 或5月11 或是11月5號 所以這個是對的 有三種可能 B的話他說兩種可能不對 C B的話就錯掉 有三種可能才對 再我們看C 他說C的可能值 C的可能值的話是39 這兩個相乘39 或者是55 這個也是55 有兩種可能 39或55 他說C之子最小28 是錯的 這樣看D 最大63也不對 最大是55 最小是39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B